中国大陆新疆乌鲁木齐 30日下午1点27分发生瑞士规模5.1地震 震源深度12公里 当地居民表示震感强烈 但截稿前尚未传出伤亡消息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五引述消息人士称 中共中央已开始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共在最近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上敲定 在忠实由免去四名社府高官党政领导职务之际 对周永康展开调查 加拿大温哥华是陆克最爱的城市之一 但陆克一来把楼房炒高之后 只留下一大堆空污 心童鬼城 当地人对于陆克炒楼视之为黄祸 大陆著名食品企业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宗复利表示 在大陆经营企业要花太多时间跟政府打交道 有可能把企业牵出大陆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